阿嬤聲聲呼喚 希望孫子能趕快醒來 原本活潑好動的劉亮智 13歲那年被重陽國小的電動門夾傷 雖然減回一命 但也幾乎成了植物人 11年來 在家人的細心照顧下 劉亮智的身體雖然長大 但始終無法清醒 龐大的照護開銷 讓劉家經濟陷入困境 三重區光年里長吳勝文得知後 特別動用之前李明中風 康復歸還的急難救助善款 捐租10萬元給劉家 希望這股愛的力量 能繼續發揮 出現奇蹟 幫助劉亮智早日康復 因為我們四年前的時候 李明剛好有一個 中年人 他也是太太中風 那我們就給他一筆的擠蛋救助 那時候有給他15萬 那15萬以後 四年後 他把這一個款項 他又拿來給我們裡面 希望說能繼續做愛的傳承 因為他們現在身體已經比較好的 小孩子已經在就業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善款轉移來留小朋友這一邊 希望有這一個 一樣有這個福氣 能快一點讓這個小朋友趕快康復 除了捐款外 吳里長也請里內的不老資工協助 讓年賣的阿嬤有喘息的機會 同時也呼籲各界伸出元首 一起幫劉家渡過難關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